朋友们 现在我们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是在广州天河体育馆 介绍的二十五届亚洲杯的男子单打的争夺 中国选手是许新 对日本的新秀 吉村真情 吉村真情在这次比赛的表现非常突出 他是战胜了阿里梅安 阿里梅安是在前面的比赛中是以4比1淘汰了中国选手王立琴 但是阿里梅安是在和吉村真情的半决赛的比赛中 以微弱优势输给了吉村真情 所以吉村真情就和战胜江天一的许新来争夺本次比赛的冠军 江天一在刚才是战胜了阿里梅安 获得了第三名伊朗的选手阿里梅安是第四 日本的吉村真情也是这次比赛中可以说是继阿里梅安之后 又闪烁的一颗星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冷门 过去因为大家都不太熟跟他 所以这也是说明在这次比赛中 可以说是造星运动造出两个星 一个就是阿里梅安 一个是吉村真情 今天这个吉村真情的表现也是我们一直要关注 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短信互动 全国手机用户均可发送8至1066999082 全场将五名信用观众 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会公布观众的号码 你的奖品呢是精品运动装备 还有就是天之兰大礼盒 希望大家看球看得高兴 运气又好又能够拿奖 刘伟那会儿你们打球的时候 日本队的实力怎么样 日本队的实力还可以 我当时我第一次出国就是访问日本 好像是84年那个时候日本有那个星野美香 星野美香日本的报道 包括这个亚洲对它的这个关注 还是非常高的 其实日本队呢是在50年代啊 他们可以说是从这个欧洲选手中把这接力棒接过来 那时候它是统治世界平坦 有那么几年 然后呢1959年从中国团拿了这个冠军 然后61年中国南队获得了团体冠军 女队包括这个球中会拿了女单冠军 从那个时候呢就开始转向中国了 我记得59年的时候 中国队为了学日本的胡圈球 那时候日本刚发明胡圈球 还派这个梁有能啊 等教练到香港去观看比赛 作为观众 回来以后呢赶紧报告 然后又找了一批人 学习这个这个胡圈球 让他们模仿 确实这个胡圈球啊 这项这项技术的这个演变到了今天啊 大家可以看到六七十年代 日本人拉到胡圈球 那个时候刚刚兴起的时候是什么 高调胡圈球 高调 那么后来呢 这个旋转满足不了大家的需要 之后呢又产生了前冲胡圈球 又把速度和力量加了进来 是的 那么现在有的时候说欧洲 尤其是像波尔刚出来的时候 他的那个反手 说这怎么打球不合理啊 什么叫合理 什么叫不合理 波尔那个反手 他的起手点 你拉高调胡圈球 你起手是低的 但是那个波尔那个起手呢 就是比球还高 比球还高 直接就是说往下面就像扫一样 你觉得他拉 怎么不讲理啊 这人打球 觉得他不讲理 打球不合理 但是过去球的这个威胁非常非常非常大 对 所以这个不合理是我们常规的想法 其实他只要打得着 威胁大 命中力高 这就是合理的 就存在着合理性 没错 像现在马龙啊 张继科那球啊 过去看可能也不合理 个个发力 是吧 对 我们看 我们看刚才这个日本队无论是男队员女队员还有教练都整整齐齐的坐在那里给这个集村在加油 嗯 在加油 确实对日本队而言现在能打进决赛的这个比赛 甭管是这个亚洲杯亚洲锦标赛还是世界锦标赛这种国际性的这个大赛上面就是非常少 明白 因为这次你看由于中国队报了两名运动员王立琴失守的情况下他在这个半区他才打了上来 是 现在日本队除了水谷损可以进入这个一些打赛的这个前几名以外其他的人还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这个集村呢是最新的全日本的冠军 哦 他在这个全日本的这个比赛当中就战胜了水谷损 战胜水谷损了 那这个真是不简单 对是日本这个 好像是今年是吧 对 今年刚打完的 对 后起之秀 后起之秀 我们首先在看比赛之前要了解双方运动员的特点 那么集村这名运动员呢 他的这个发球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这个也是逆旋转的这个发球非常好 他的主要的特点呢在于他的这个反手位 他的反手刚才已经看到了台内的这个呃接发球的这个这个这个拧拉的弧拳球的这个能力 那么他由于他发球好 那么对他发球抢攻的这个难度系数就减小了 是的 嗯 那么应该说呢 他这个赢水谷损呃应该说不是偶然的 明白 他在将来因为水谷损的杀伤力是不够的 嗯 那么他属于是这种这个发球一般好的呃运动员 他都属于是这种凶狠型的 嗯 那么许欣大家就比较了解了呃 呃 发球发球抢攻前三板技术是他的这个这个是他的这个特点 嗯 啊 这个集村真情 看来确实是不简单 你可以看他 另外呢 你可以想象啊 刚才刘也讲的 他在全日本的锦标赛能够赢水谷损 水谷损呢 回合很多 又和集村是一个对子 啊 想必呢 互相之间都很熟 那在这种情况下说明 集村真情的相持能力也是相当不错 否则的话很难赢水谷损 好的 这就是许欣的长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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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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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来 上 我们看吉村的这个站位啊 它不同于别的南运能源 它的站位非常近 在近台发挥它反手的这个优势 对它正手缺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弥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吉村的站位 它的站位相当平 这就说明了 它非常如果说右脚在前的 这个说明这个它的反手肯定能发得出力 肯定是它的优点肯定在反手位 那么但是南运动员你未来打球 或者说它将来提高 一定要提高它的正手能力 应该说反手好发球好是它两大法宝 但是在今后它的这个一定要调整 这个吉村的调整它的这个站位 如果说这个站位调整一下它正手的可以解决它正手的这个发力问题 你的意思左脚稍微还得偏前一点是吧 这样的话它这个正手就比较容易上手 对就能使上劲 漂亮你看许欣这个正手拉球它准确性高 这个就是非常难得的高水平运动员就是它稳定性好 那么这场球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左手对右手的一个比赛 那么这场球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那么在这个你比如说许欣对左手的比赛和许欣对右手的比赛 它的这个战术是不一样的 应该说一方面呢要自强就是丰富自己的能力 另外一方面呢针对不同的打法 它有一些基本战术 剩下的呢就是临城的这个应变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就像今天许欣了解到吉村的这个优缺点之后呢 他所采用的这个这个战术 那么首先第一 那么一看他吉村这个揭发球 三分之二台都用反手位揭的话 他一定要抓住吉村的正手位短球 对吧他就算侧过来他反手位的漏洞也就出来了 抓住这个正短 上手的时候呢就是我刚才介绍了吉村的反手非常好 就是这种高调弧圈啊冲中间掉中间正手 一定要这个盯住他中间正手的这个薄弱环节 你看这个二十五阶亚洲杯的比赛啊 我感觉在组织上也是很有特点啊 特别是在这个中场之间你看他音乐的结构突然一下响起来 这个使这个静静观看起来的球迷呢 不能够得到一条技巧 但是呢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牵住 所谓的一套发球 它不是一个点 而是什么呢 正手短的反手长的 它是一长一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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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牵制对方使得使得对手呢 故此是比接不好这个正手短的 并不是说这个短的有多好 而是由于牵制他达不到一个最佳的效果 嗯 树桑 好 好 好 走 走 这板球的落点非常好 许昕并没有拉一个前冲的虎拳 但是呢 高调拉到对方的这个中间位 对方不好发力 如果说他想发力 就会造成他的失误 接发球调打失误了 许昕这个队员呢 他是属于心理非常有术 脑子很清晰 打球呢天生的就节奏感非常好 所以你看他呢不紧不慢 但是呢总能赶上 许昕现在发球有变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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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3 4 4 5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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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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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几分的反手还是非常棒的 对于吉村而言 现在在日本 小有名气 也打出了一些很好的战绩和成绩 但是这种国际大赛 国际赛事的这种经验 对他现阶段来讲非常重要 那么一个运动员 他要想取得这个辉煌的成就 他首先是第一步 要丰富自己的技术 也就是把硬件先练好 之后呢 你要有一些比赛经验 所谓的比赛经验 就是什么 在思想上有一些战术意识 另外呢会带不同的打法 有不同的基本材质 那么在第三层面呢 就是说在心理上呢 今天这个广州 这个天河体育馆 可以说是这几天 观众最多的 这些观众朋友有幸呢 他说跟这个经济发展 有很大疑 另外和中国乒乓文化 有很大疑 就是这个地方 愿意 就观众有愿望 接受这个比赛 而且又有赞助商跟进 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中央电视台的 乒乓球转播呢 也比较多 因为国球 所以很多的观众啊 也对这个乒乓球的转播呢 很期待 所以我们陆续呢 会有很多重要的比赛 包括呢 像4月19号 好像要马上要进行 这个奥运会的预选赛 然后呢 接着呢 就是一些这个 这个国际的平常 职业雄辉赛的一些分战 然后呢 到了奥运会前夕 就是这个奥运会的热身赛 等等 现在许新呢 是3比0领先 这是在意料之中 刚才刘也特别介绍呢 这个极尊真情 是最新的 日本锦标赛的冠军 曾经战胜了水谷笋 但毕竟呢 运动员来讲 应该有这个经历 他和许新相比呢 并没有参加过很多 重要的世界大赛 所以这对他来讲的经验呢 就比较薄弱 你看许新从表情上啊 还是非常从容和自信 对 就是这种从容 带来了很多轻松的感觉 应该说 他也知道这名对手 就是用不到他的 这个九成十成的力量 那么首先跟这个 比自己水平低的 这个运动员打 也有一种战法 基本战法 也就是说这个对手呢 有这么几个对手 就是比自己水平高的 比自己水平低的 还有跟自己水平相当的 另外一个对手呢 再就是自己 那么现在许新队的呢 是比自己水平低的 比自己水平低的运动员呢 一般就是 主要是用这个控制 落点控制节奏 控制对方 就可以就是 就可以取胜 这样 但是如果说 随着对方的这个水平提高呢 自己在相持阶段 就要准备的充分一些 在相持能够跟你抗衡 技术上能够跟你抗衡的时候 这样用到自己的这个 这个硬件 有点技术或者说 心劲的话 应该说是一点一点 释放出来的 这是一个机会球 日本队叫暂停 教练呢 看这个表情还是很满意的 毕竟呢 他是第一次参加 这么重要的 知道他年轻 每一个世界冠军 都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可能有些运动员练了一辈子 都没有机会 在这样的场合下不练 因为你现在在北大 可以说也是在平方的俱乐部 以后呢 就是大学里面 出世界冠军的可能性 你觉得大不大 现阶段不太可能 因为这项运动呢 它属于是熟能生巧 如果专业队一天练 四个小时 大学队练一个半小时 到两个小时的话 这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但是如果说都回归的 这个大学教育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起点一定要一样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 没错 反拉 许欣这个反拉技术 非常过瘾 今天这个比赛呢 确实还是非常的精彩 大家计划是转冠军和亚军 实际上呢 是我们看到了第三名的争夺 第三名的争夺呢 这个 打得也是非常的漂亮 结果呢 香港的江天一 战胜了伊朗的 他里面 获得了男子单打的第三名 在女子单打比赛里面呢 刚才大家看到了 五阳虽然是0比4 输了 但是呢 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萧球年轻运动员的期待 期望 刘世文呢 获得了冠军 武阳获得了亚军 那么李嘉威呢 在第三名的争夺中 是显胜 取得了这个第三名的成绩 他是和唐瑞旭 韩国运动员唐瑞旭 打到了第七局的 这个 两次赛典 唐瑞旭没拿下来 最后李嘉威取得胜 所以现在两个第三名呢 一个是新加坡的李嘉威 他取得第三名 一个是香港的江天一男子 取得了第三名 女子呢 获得冠军的就是刘世文 他是非常顺利地战胜了 中国选手武阳 武阳获得了亚军 现在的冠军 马上就要产生了 现在6比9 日本选手 吉村真情发球 形成对拉 取心打球啊 还是经验非常丰富 你看这让他这个落点 老是让他使上劲 全场比赛的赛点 局数3比0领先 现在10比7领先 这样许新就以11比4 取得了第4局比赛的胜利 从而以4比0 战胜了日本的年轻选手 吉村真情 获得了第25届 亚洲杯乒乓球比赛 男子班打的冠军 我们对他再次表示祝贺 获得第二名的是 日本的年轻小将吉村真情 或者第三名的是 中国香港的江天一 江天一的成绩 也是可能最好的一次成绩 获得第4的就是 伊朗的阿里梅安 阿里梅安也是本次 爆出的一个冷门 看了这个整个比赛 刘伟你的整体评价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 还是实力放在第一位吧 应该说刘诗文和许新呢 都用自己的实力 证明了这个 在这个用成绩说话 用这个实力 来这个在场上 这个表现了自己 非常难得 好的 谢谢刘伟的评论 这场比赛是刘伟和蔡萌 解说评论的 谢谢各位收看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第5频道的体育世界 稍后见 再见